苏菲小姐 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师 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精神也很差 所以你看 萧安当然知道 人家大师可不是随便给人制作设备的 绝对不能得罪 他连连给苏菲道歉 苏菲自然是假装大人有大量 不跟他计较的样子 于是 两人重新开始研究起大师的小册子 财政大臣列德·埃尔维斯 碰着一对珍贵的小猪魔兽 小心地穿过奥兰帝国皇宫高大的圆狗形长廊 金碧辉煌的天花和墙壁 装饰着精美的壁画和雕刻 显示着几百年来平和世事的成就 全大陆最高潮的灯光 宣誓与细腻绘画大师 为皇后宫所做的设计 确实是不同凡响的 每一处角落 每一处反过 每一根线条 即使是再细小不过的地方 也被惊奇地考量过 难怪历朝历代王妃 都以皇后宫作为后宫地位和大权的象征 不过 列队二维斯却从来没有真正仔细地欣赏过这座宫殿 事实上 走在这著名的艺术长廊里 与周围华丽的装饰相反 每次都令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寒冷和战力 作为王朝最核心的内阁大臣 官场臣因多年的他深深知道 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皇宫充满危机 甚至夸张点说 充满杀机 更何况 列德知道 本朝最高实际王权的行使地 不是在奥兰帝国皇帝日常办公的金殿 而是这个弥漫着香氛气味的皇后宫 这层背景 更为这座漂亮的宫殿 涂上了一抹诡异的神秘色彩 财政大臣来到长囊尽头 站在一扇打开的银色大门外面 守卫的是两位鹦鹉的红袍女侍卫 佩戴着高级剑士的徽章 看到列德到来 其中一位面无表情的 隔着锤挂的紫色围杖 向门内高声传话 财政大臣列德埃尔维斯觐见 丽兹皇后这几日 正在感到有些烦闷无聊 最近 令人烦恼的事情 似乎一件接着一件 先是派人千辛万苦地 从魔兽森林收落来 种植在宫里的避雪美容花 眼看就要开花收获 不料却意外地枯萎至死 让自己提炼 护肤宁之神高的实验失败 再一件就是 那耗费了近半年心血 及和三百名宫中舞女排练的 为皇后祝寿大戏万寿无疆 表演指挥 前乐队指挥的岳父总管突然发病 眼看大寿之日将近 他十分地着急 相比而言 国事倒是轻松顺利的 皇帝性情懦弱 多愁善感 稍微拿住一点把柄 就能被自己震住 再加上 自己狐媚加冷脸的转换 早已智力地服服帖帖 唯一担心的 就是朝中的几派大臣 必须防着他们联手对付自己 好在 这几派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只要从中做点手脚 让他们彼此猜测 斗争 最终都还是要来找自己这座考山 自然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比较而言 财政大臣 还算是稍微近一些地亲信了 列德·埃尔维斯 来到坐在高椅子上的皇后面前 未敢抬头指示 只是用着诚恳的语气低声汇报 尊敬的皇后殿下 我已经为您 从寿人王国 寻到了一对金珠宠物 请允许臣下 交给御寿员的帕夫总管大人 为你收养着 嗯 辛苦了 列丝皇后抬头示意 身后的侍卫连忙从大臣手中接过金珠 转成到皇后手中 看着手掌中那一对 比大拇指稍微大一点 大路上最为金贵的金珠小魔兽 轻轻地啃咬着手掌 感觉到一阵阵舒服的苏玛感传到心头 皇后不禁快乐地皱了一下眉头 终于 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 很好 埃尔维斯 最近怎么样 上次报告皇后宫修缮的营运费用 你的难题解决了吗 皇后的语气明显和缓了许多 感谢皇后陛下的关怀 最近吴财政大有好转 吴国这几年 由来皇室庇佑 一直风调雨顺 粮食库存有余 而邻国却智力疏黄 贫遭灾害 可是 商业贸易却由于盗贼猖狂 军阵不利 大受挫折 导致国税收入锐减 通过陈下的仔细核算 国库的陈粮太多 而且又没烂危险 于是 陈下想出一个 筹措经费的好方法 把我们多余的粮食 卖给跟除高价的 寿国人商人 而且陈下 为皇后宫修缮的费用问题 琢磨着最好的这笔账 最好不用经过 御前大臣会议 直接播发给后宫师见官 这样会剩掉很多的麻烦 陛下 您看好吗 说那么多干嘛 赶快执行就是了 可是还有一件事情 还要皇后陛下做主 大将军格林弗朗西斯 对陈下的受量行为 颇有为辞 他为了增加 自己掌握的军力势力 一直在蛊惑大众 用威严怂听的战争谣言 想从国库内 窃取更多的资源 他还联合了律政院 元老院的一些人 想在皇帝陛下面先 诬陷陈下滥用财政 明显是在影射皇后陛下 祝寿庆典和皇宫修缮问题 哼 好了 不用说了 我会处理的 皇后冷冷的声音传过大厅 带着一丝海意 掠过长廊墙上的魔法灯 竟让火焰似的光亮 不祥地暗了一下 与此同时 在佐拉大街费农餐厅后面 隐秘的包房里面 还有一男影那两个身影 仿佛也感觉到了 这股阴毛的气息 两个人的脸上 头下的阴影 越发地阴暗起来 帕梅拉的双手搁在桌子上 下意识地搅动着一块餐巾 他的表情阴霾而又悲切 仔细看着对面的年轻男子 向着他提出的条件 就是这样 必须尽快实施计划 如果你没反我们定下的协议 有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我再强调一遍 我的两个哥哥的死 必须是意外的事故 或者无法知道原因的病症 当然 我答应的承诺 是一定会完成的 你和你的父亲不必担心 说完 那个年轻男子笑了一下 这是一副英朗帅气的表情 只是微笑的内容 是除掉亲兄弟 让那种帅气上 带了令人战利的狠毒 帕梅拉想了想 横了心说道 好吧 不过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为了你的野心 除掉障碍 傍慢 因为自己居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萧恩也觉得自己非常的理亏 再加上伊格纳斯大师的设计 本身就是妙不可言 而且 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就觉得 看了这个设计之后 自己的心情 忽然间变得非常的愉快 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极为客气地 同意了小册子上的设计 并未做任何改动 甚至还请求苏菲在伊格纳斯面前 帮她多说些好话 苏菲对她这样的反应 也十分的满意 看来身上没了骨 她应该是没有大事了 苏菲从萧恩家里出来 先将伊格纳斯的小册子送回学校 并将萧恩的赞美转达给伊格纳斯 才匆匆地赶回了菲洛米娜庄园 叫上梅西先生 去了妖精界里一起看小谷 而妖精界里 此时 却是一番令人忍俊不禁的情形 小谷已经被小妖 换到了一个漂亮的小罐子里 而小妖 则皱着眉头撅着嘴 晃着小谷嘟嘟囔囔地讲着话 我都说过了 我可不是你的妈妈 我叫小妖 要不你叫姐姐也行啊 妈妈 你就是妈妈 小谷半截身子趴在平口 摇晃着尾巴 可怜巴巴地望着小妖 妈妈 你不嫌惑小谷了吗 你不要我了吗 苏菲望着半透明的骨 老师 你能听到她讲话吗 她望了惊讶的梅西先生一眼 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管想要叫妈妈 哦 梅西先生也好奇地看着小谷 她同时问道 这个就是你们从萧恩的身上弄出来的东西吗 嗯 苏菲点点头 她长得很快 果然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感觉不到 梅西先生睿智的眸子 盯紧小谷 头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东西 说着 她伸出手指 轻轻地触碰着小谷 小谷张嘴就咬梅西先生 可是别说她没有牙 即使有牙 哪能咬得动梅西先生的手指 不过 她这样的表现 却逗得梅西先生轻笑起来 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被她都快折磨得不行了 小谷赶紧向苏菲求助 我跟她说了很多次了 她还是管我叫妈妈 她搭了着脸上 满是无奈 苏菲大趣地望着小谷 妈妈就妈妈 反正别人也听不到 她咧咧嘴 小谷还说什么了吗 小妖摇摇头又叹口气 她一直叫妈妈妈妈的 叫得我莫名其妙 又不能真的跟小孩子生气 小孩子是要哄的 苏菲笑笑 她转过身 对着梅西先生说道 老师 我来跟她沟通一下看看 她伸手去从梅西先生手中 接过小谷 手感冰冰滑滑的 在她头部下 还有两只小小的乌黑的眼睛 正一眨不眨地望着苏菲 苏菲将她举到眼前 然后排出各种杂念 发出心灵力量 温和地询问她 小谷你好 我叫苏菲 刚才那个姐姐她叫小妖 她可不是你的妈妈哦 苏菲 小谷点点头 你不是妈妈 刚才是妈妈 苏菲脑后低下冷汗 她灵机一动 忽然说道 小谷 姐姐告诉你啊 如果 虽然 她是 可是她喜欢人家 叫她小妖 你叫她小妖 她就高兴了 小谷 你要不要试试看 真的吗 苏菲不骗我 小谷乌溜溜的眼睛 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里面是满满的期待 苏菲连连激动的点头 不骗不骗 绝对不骗 小谷转过胖乎乎的身子 将脸拽向小妖 然后传出 小妖 小妖 的信息 小妖听了果然高兴起来 她对着小谷露出最温柔的笑言 对吗 对吗 教我小妖就好了 小谷立刻扭动着她胖胖的身子 好像不好意思 又好像是快乐的舞蹈 苏菲和美西先生 也不由玩而起来 小谷 你平时都吃什么东西啊 苏菲终于问出 一直想问的问题 她实在很担心 她是吃萧恩身上的血肉长大的 吃东西 什么东西啊 小谷回答 苏菲想了想 然后迟疑地问道 呃 就是可以让你长大的东西 你需要什么东西才能长大 小谷扭动两下 期待地叫道 蒙金金 蒙金金 苏菲跟小妖对视一眼 两人都摇摇头 不知何为蒙金金 苏菲 你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小妖迅速拿出一个瓶子 打开瓶盖 倒出一些小结晶 这个 是不是蒙金金 小谷立刻激动地 想要从苏菲的手上 向小妖那边爬 蒙金金 小妖用手捏住一小颗结晶 放在苏菲手中 小谷在一旁 就见他猛地朝结晶 扑过去 用他胖胖的身体 将比他小上很多的结晶压住 他的脑袋四下转转 仿佛是害怕别人跟他抢似的 包括梅西先生在内 大家都有趣地看着这个小家伙 几个人都知道 这种暗红色的结晶 暴露在空气里 可能待会儿就会开始挥发 小谷在萧恩的身体里的时候 可能是通过吸收结晶 挥发出来的物质 那么 这次他会怎么办呢 过了一会儿 小谷移开身体 而原本在他身体下方的结晶 居然消失无踪了 嗯 好饱呀 小谷满意地扭扭胖乎乎的身子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他是怎么吃掉的 苏菲惊讶地问 没有看到他有嘴啊 梅西先生也疑惑地望着小谷 他应该也没有看出 小谷究竟是怎么把邪精吃掉的 他的肚子上有个大口子 然后将小菁给吸了进去 然后再慢慢合上 小妖笑嘻嘻地说道 妖精见了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这个吃东西的方法很神奇呀 对了 苏菲问道 小谷 你每天都做什么呀 睡觉 小谷停了停 又道 然后主人会跟我说会话 叫我一些东西 苏菲撇了小妖一眼 主人 你怎么跟他联系 他叫你什么呀 嗯 他来找我说话 叫我跑到这里 又叫我跑到那里 小谷摇头晃脑的 小妖说道 苏菲 我想他刚刚长成 我说他刚刚长成 估计对这些还不太清楚 不过我想他对主人恐怕有些麻烦 估计已经察觉到小谷不在校岸那里了 我马上让人去监视财政大臣府邸 有可疑的人就抓起来再说 苏菲说着 看了看梅西先生 小谷在妖精界里 他的主人肯定找不到他 不过 以后怎么办呀 有没有可能 彻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而且如果主人死了 小谷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苏菲担心的 不知道异界的谷 和真正的地球上的谷 是不是一样 梅西先生屡屡胡子 小谷待在这里 有吃有喝 还有一个小妖照顾他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你的问题 我们慢慢研究吧 我猜他的主人说不定 会去查看萧恩的状况 所以 我想现在亲自去看看 喂 小黑从苏菲肩上 直接跳到了梅西先生的肩上 出了妖精界 苏菲问道 要不要我也跟你一起去 鹰组织一定也有人在附近监视 要不要通知罗比尼奥医生 让他们配合一下 不用了 有我和小孩两个就足够了 梅西先生摆摆手 省得麻烦了 也对呀 他一个堂堂龙族 才不会害怕什么 兽族祭司呢 可是 事实并非苏菲和梅西先生所愿 财政大臣府邮附近 并没有什么可疑之人出现 而且鹰组织的监视人员也说 原先那些不明身份的人 一直在佐拉大街那家小旅馆里 并没有外出过 此前想后 苏菲最重还是将整件事 包括小谷和那些不明身份之人的事情 全部汇报给了斯蒂芬新校长大人 请他来定夺 毕竟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奥兰皇室的顾问 有些事情由他来解决 也更加合适一些 一年级的暑假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度过 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去了大半 和地球上曾经经历过的学生时代一样 越是临近暑期结束 苏菲越是珍惜每天自由和充实的假期生活 跟往常一样 下午是希尔维亚刺客术课程 经过循序渐进的努力 苏菲已经感觉到 自身直觉力和注意力的明显提高 她不但完全适应了希尔维亚 不能使用精神力和魔法的要求 甚至开始有些享受这种感觉 在没有理智和推断参与的情况之下 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袭击和考验 身体和心灵所能做出的每一个判断 每一个决定不见得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却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微妙和合适 这些体验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述 甚至没有办法和小黑小妖深入沟通 但却在苏菲的身上 产生了让人难以察觉的影响 这天 刚从盗贼宫会空间转移回来 苏菲换好衣服 在花园里找到一颗 开着紫花的卢浮纳藤架树荫 刚刚拉了一个座椅坐下 准备一边喝茶休息 一边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读书 读书